这是一颗中国兰花 剑兰 名字叫铁骨素星 养了五多月不到六个月 看看它的进展 看之前声明一下 我是新手 看看新手养的情况 新手采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效 方法是拌水培 这是专门的国兰盆子 这是在花卉.ca上买的 挺便宜的 几块钱 七块多 不透明 黑色的是 好像不到五块钱 四块多钱 先看一下效果 再说我的实际怎么养的 五个多月长了两个新苗 这个苗是新长的 这个苗也是新长的 好像比原来的老苗 稍微短一点 小一点 因为据说这个剑兰 这个兰花 中国兰花长得很慢 也许还没长完呢 还在继续长 一点都长 长得太慢 相比较叶子 根就长得更明显 你看那大白根 这都是种在这里面长的 当时满这个半透明 透明的盆子 就是为了要观察它的根的生长情况 怎么样 挺不错的 我很满意 你看看 水晶头 蹭蹭的 所谓水晶头就是新的生长点 而且已经长到这底下来了 看看这儿 看见没 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兰花呀 赏叶子 同时也可以赏根 根长啊 它代表它的健康 健康的兰花 健康的植物 就让人心里舒服 刚才不小心摸了一下这儿 再给大家看一下 摸了一下这儿 看见了吗 看看 这是神马 这是神墨 我猜啊 这是花剑 花剑 要开花 我猜的哈 为什么不是新牙呢 这颗是新牙 这西牙基本上长长了 比老牙稍微 也就老牙的老的 这个很长 可能也就三分之二的高度 新牙 据说啊 因为我新手啊 听说都是在新牙上开花 新牙长成了以后才开花 仔细看一下旁边这个 没动静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这个上头 他如果能开花 证明我这个方法 是有效的 只有开了花的 才能证明你养的还行 及格 好 是半成功了 行白礼者 半九十 半九十了 说一下我这怎么养的 刚才我们看根的时候 看到了哈 下面全是桃栗 桃栗半水培 这底下就是接水的地方 每次接水接到哪啊 刚才看到有水印 大概一寸 你看最底下那孔 一寸深 这个兰花盆有个好处哈 它那孔一直到最底下 所以有一点点水 它都能吸上来 著名的桃栗半水培 这个水呢 我是两个星期 前两天刚浇过水 从上到头顶 淋浴 喷过 喷过水 这个苔藓还是湿的 苔藓差不多两天左右 差不多就两天前 两天左右就会干透 就还半潮呢 那么上面是铺面 是一点点苔藓 最后全干了 全干 重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炉头相对较小 可能也就埋入了一半左右 那么上面加点水台 水台稍微好一点 据说是保证潮湿 浇一次水以后 那么一个星期左右 这下面的水 一寸深的水就全干了 就干到底了 那么一个星期以后 就加水 再底下加水 它又吸上来 然后再过一个星期 也就是每两个星期会浇 从上头浇一次水 其实我也在想哈 只要底下不停的加水 上面都不需要浇水 对吧 每次水干了以后 在底下添加水 它就吸上来 底下添加水吸上来 而且其实底下添加水 不会过分 不会过分 它是吸上来的 或者是有时间的话 就根本不坐在里头 有时间的人 对我来说 可能不合适 有时间的人 可以天天浇水 底下没有托盘 天天浇水都行 或者像我这么懒的人 没时间浇水的人 两个星期 或者三个星期 或者四个星期 多少星期吧 从上头浇一次 好好冲一下就行 为什么要从上头冲啊 从上头冲 据说哈 书上说的 专家说的 可以把它多余的盐分冲走 否则的话 长时间 它有水碱呀 对吗 它干了 上面干了以后 它有水碱残留 你冲一下 有助于冲掉水碱 水碱对它来说 它不喜欢 我就发现半水培 我从别人那学的 网上不少人用半水培 种果蓝 我就发现半水培 的好处就是 不怕水浇多了 也不怕水浇少了 正合适 而且又省事 说这一颗 等它开完花以后 做梦了啊 开始做梦了 看着好消息 等它开完花以后 我准备把它中间切一刀 这个你看啊 仔细观察 这边是最老的 它叫后龙苗 从老的 爷爷 爸爸 我 孙子 儿子 孙子 就是 它是方向有方向性的 全往这个新的 新的苗容易开花 容易出新苗 所以呢 它会往这个方向 不管它的话 它会往这个方向 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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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出去 那么我的想法就是 为了刺激它老的 它炉头也能生长新苗 我准备在这切一刀 到时候切的时候 再报视频跟大家说 切一刀 这样的话 把它断绝 断绝父子关系 那么这个老的苗 就有机会刺激它 长新苗 好了 半水培赏根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